宝贝们你们好,欢迎收听故事奇遇季,我是小安妈妈,每周三的晚上八点,我都会准点在这里等待你们,带着你们一块和某个故事来一场奇遇。 今天呀,我们要去奇遇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我当大姐姐了》。 宝贝们,你们自己有没有小弟弟和小妹妹呢? 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,描写的是一个刚刚做了大姐姐的小朋友,她的这段时光,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都发生了哪些好玩的事情呢? 以前当爸爸妈妈说宝宝时,他们指的是我,我喜欢当宝宝,这让我感觉温暖、安全和宠爱。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,我有了一个小弟弟,他的名字叫Daniel,现在当爸爸妈妈说宝宝时,他们指的是Daniel。 现在每个人见了我都会说,恭喜你,凯特,你是大姐姐了。 我还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大姐姐,我只感觉一切都改变了。 所有人都一直在照顾Daniel,给他带礼物。 就连把我称为他的天使的奶奶,现在每天打来电话,只问,Daniel怎么样? 我感觉,他们已经把我给忘了。 一天早上,我让妈妈帮我拿成麦片的碗,但是妈妈正在忙着给Daniel喂奶。 妈妈说,Daniel现在非常饿,他还不会等待,因为他还是个婴儿。 凯特,你现在是大姐姐了,耐心的再等几分钟,我就去帮你拿。 我只能在那儿等着。 当Daniel终于喝饱了,妈妈帮我拿了我的专用碗和绿色的奶壶。 我自己把牛奶倒在麦片上,我感觉自己真的长大了。 妈妈对我说,凯特,你能耐心的等待,我真为你骄傲。 有时,大姐姐就得这么做,我知道这么做很难。 虽然我并不喜欢等待,但是我确实喜欢长大的感觉。 一天下午,我想让妈妈给我读一本书,但是Daniel一直在哭,所以妈妈只能不停地摇他。 摇啊,摇啊,可Daniel还是哭啊,哭啊。 我只能等。 我等啊,等啊。 当妈妈摇Daniel时,我把他的新毯子拿了过来。 Daniel还是哭。 我又把他新的棕色玩具熊拿了过来。 Daniel抽气着,我摇他的玩具熊。 Daniel终于睡着了。 妈妈抱着我说,你真是帮了大忙了,谢谢你,大姐姐。 现在我们可以读你的书了,我们读了书里所有的文字,看了所有的图片,我感觉自己真的长大了。 周六,妈妈出去买东西时,爸爸和我带着Daniel待在家里。 我们玩得很开心,我们的狗,狗瓦娜也很高兴。 我们用了扫子,还有纸巾。 爸爸给Daniel换纸尿裤时,我冲着Daniel做鬼脸,逗他笑。 安东好Daniel,爸爸亲了亲我,说道,你现在真是个非常棒的大姐姐。 看你,逗逗弟弟多开心呀。 然后,我们跳起了厨房之舞,那是只属于爸爸和我的舞蹈。 今天早上,奶奶打了电话,她对我说,凯特,我需要一个能够帮我烤饼干的大孩子。 Daniel帮不上多大的忙,因为他还是个小宝宝。 但是,我能帮上忙,因为我现在是个大姐姐了。 这让我又感到了温暖,安全和宠爱。 好了,宝贝们,那今天的这一本,我当大姐姐了,讲到这里就结束了,你们可还喜欢。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刚刚出生,或者即将要出生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呢? 你们觉得,做大哥哥和做大姐姐的感觉如何呀? 欢迎你们留言让小阿妈妈知道。 你们也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,或者爷爷奶奶,外公外婆,来聊一聊这样的感觉。 那,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。 下次再见吧。 ,下次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